好 回到我们台湾顾问团 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两位的报老板 这个媒体老板 其实聊起来还真的是还蛮有得聊 非常有趣的两个人 那么现在在媒体界呢 大家称他是媒体大亨也好 那么一传媒我们来看到 跟这个汪汪忠实集团 不管大家怎么形容这个双国大战 但两位老板确实成为现在台面上 大家在讨论的一个焦点人物 刚才讲到性格是性格不一样 但也决定整个媒体事业的一个发展方向 当然也是一个截然不同 那么但是他们在发迹的过程当中 到有一些些可以有交集的地方 我们就进一步带大家来看了 来看看蔡衍明先生 蔡衍明先生呢 其实是台北市大道成人 但是大家说他的宜兰食品 以为他是在宜兰发迹 那没有关系 来看看宜兰食品的总经理一路走来 创了旺仔品牌 在1983年这个品牌就跟名叫旺旺 台湾的米果市场是他开发的 1992年开始到这个香港 成立旺旺食品公司 然后又在湖南也成立旺旺食品 正式进入了大陆市场 1992年进军大陆 进军大陆算是在台商当中算是早的 然后呢2008年回台的时候 买了中石媒体集团 2009年投资亚洲电视等等 包括了旺旺台湾存托比重TDR 在台湾的上市 基本上怎么来看看 这是蔡衍明整个发迹的过程 从台湾到大陆去再回到台湾 在离京的部分继续带大家来看看 好他是在1960年的时候 偷渡到香港 原本是在1948年生于广州 然后偷渡来到香港 1981年创办了佐丹奴这个时装连锁店 但是1990年呢 把佐丹奴卖掉开始走传媒了 先创办香港的一周刊 1995年创办是香港的苹果日报 然后呢1999年继续创办 线上零售的苹果速销的媒体 但是这一赔赔的十亿港币 2001年进军来到台湾了 于是我们看到了台湾的一周刊 台湾的苹果日报 到2009年他筹办一电视 虽然说在当年底已经开播 但是还没有办法完成全面的一个上架 所以整个收市状况 当然不如预期的一个发展 看得出来黎智英是生于中国 从广州到了香港 然后继续来到台湾 请教这个玉寇姐 这里头的交集 有中国有台湾 这两个的因素 对这两个的媒体老板 带来的一个影响 跟后来的一个发展 确实截然也又不一样 其实这个黎智英他有一段时间 还是一个反六四大将 六四的时候他还做T恤 因为就打到 那个什么的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其实苹果日报他都对大陆新闻 甚至于他连派都不派人去 有很多原因 也是因为他的色三星 其实是中国大陆是不要的 你知道坐飞机到北京 台湾的飞机到北京 飞机上没有苹果日报的 因为北京机场不准下地 只能看其他的报纸 这个黎智英这个人 从商业的考量生意的考量来讲 我觉得他是一个纯香港人 你知道香港人的特色是什么呢 香港人特色其实就是没有祖国 因为他从殖民地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生出来的 他从小他们是一个 在生存奋斗长大的一个 可是蔡明先生 他从台湾到大陆再回台湾 那基本上你质疑他不爱台湾 是有点莫名其妙 那个时候其实不只是 李智英有一部分的时候 是给人家扣帽子 其实民进党人拿这个做文章做了很久 我觉得民进党人 这个很不道德的拿这个东西做 这个华盛顿邮报的这个访问 那不管怎样 我觉得爱不爱这个地方 其实在一个全球化的这个世界里面 其实基本上已经失去他讨论的意义 只不过现在我们在讨论的原因是因为 现在这两大集团在对抗 但是难道苹果日报一宣布 他这个要卖他的这个平面媒体 就结束了吗 我倒不认为这个基本上 基本上我还真的是怀疑 这个黎智英在玩那个股票游戏 因为据说他香港的这个上市公司 在股价到跌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差一点要下市了 那可是他一公告这个消息之后 就连涨连续涨 所以搞不好这也不是一个 这只是一个股价的一个操作 或者怎么样 因为黎智英那个人 我比起来黎智英比较难以预期 那蔡明先生比较容易预期 那这个是真的 那如果你问我要找哪个老板做事 那我想跟蔡先生做事 恐怕好一点点 那好一点点而已啦 所以呢我的感觉就是说 其实我跟你讲 这种竞争 这种互接舱巴 这个的方法 对一个台湾的社会来讲 对一个没有资讯不对称的 平民来讲是好的 因为你们去火拼嘛 你们拼出的结果 就是互相必须进步 那你们的丑事 就是社会的这个公正的透明面嘛 所以必须进步啊 那不进步你就被市场淘汰 好我们刚刚讲到说 那这个到底有两位老板的交集 有中国有台湾的因素 但是在台湾发展 媒体的发展 现在方向也会截然不同 那我们就来看看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刚才其实易永大哥有点到 对于蔡明先生来讲呢 这个只要说他不爱台 真的是非常的难以接受 特别是所谓的红帽子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 到底这个这样的一个呈现 算不算这个爱台湾呢 爱台湾非常显现的一个表现 台商的归云返商 他是第一人 我们来看到是呢 这个在2008年之后 马英九政府正式执政之后 有推动一个外国企业来台上市 第一个回台湾发行TDR的外国企业是谁 就是旺旺集团 中国旺旺TDR是在台湾 2009年的4月28号正式上市 当时发行量21万张 那么其实呢 中国旺旺在2008年3月26号 在香港交易所就挂牌了 那么在2008年的财报 全年营收有15亿 又5386万美元 获利是2.62亿美元 这获利是相当惊人 那么这个所谓 政府推动外国企业回台 所谓的鲑鱼返乡 我们来看到旺旺集团 可是第一个 那么这个蔡野明先生 算是这当中的第一人 所以呢 郭委员 刚才讲到 刚刚玉寇姐认为 这个关于跟中国 这样的一个情节的 因素的看法的问题当中 发展过程当中 不管是在苹果日报 这边的琢磨 还有民进党的担忧 到这次旺中事件 民进党都还是担忧 跟中国之间的一个连结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这样的一个动作 能不能够证明 而让大家不要再 从这个角度去出发 其实蔡野明不是不爱台湾 他是爱台湾同时也爱大陆 那这个有一些人 那为什么不行 所以我是说 这个有一些人不能接受 我觉得这个比较接近 他的本质 因为坦白讲 我也见过他一次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他跟黎智英 基本上都把企业管理的逻辑 带进报纸 带进媒体 所以有效的管理 让媒体企业化 这是两个人共同的 不过黎智英是反共出身 因为就因为 Jordano那个事件 他被禁禁了 那他在《苹果日报》 公开写李鹏破街 就是摔倒在街头 就是他就得罪大陆 所以他来台湾 其实他的唯一的价值 就是自由民主 那他抓到一个线 就是他要站在 小百姓的角度 去看这个世界 所以其实他的媒体系统 里面有两个主轴 第一个就是 小老百姓爱看的 尸体跟裸体 刚刚讲的 可是他同时也帮小老百姓 去告大官 这两个其实同时存在的 这个是他的特色 那我是觉得 所以他就是以社会新闻 帮小老百姓深冤 抱怨为主 可是我觉得蔡衍明不太一样 蔡衍明是有使命感 我觉得他的使命感是两岸 不然他没有必要办媒体 办媒体干什么 你觉得他是为了赚钱吗 我不认为 那就是因为他有使命感 所以民进党才会 用放大镜来看他 不知道你要干嘛 其实蔡衍明 那就是你刚刚讲的 我觉得有部分我是同意的 他爱台湾也爱大陆 他其实为什么爱大陆 他认为 他在大陆里面赚到钱 大陆人其实 不是外面所说的那时候 好像什么都不讲理 什么弄到出来 他在大陆赚不了钱 当然他在大陆有抗争 走出一条路来 但是他因为对大陆了解 他发觉台湾跟大陆一定要和好 然后华人在华人里面才能争一口气 那有些人认为说你这样就被人卖台了 他其实是错了 他误解蔡衍明 那蔡衍明呢 他当然他今天大陆新闻 他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台湾那么多 而且让大陆台湾人互相了解 两岸才不会发生纠纷 所以他办旺报 那其实我有跟他讲 说你要办旺报 你不如在中国时报里面 本来就有大陆版 你加强大陆版就好 他就不要 他不要 他说中国时报本来就有他的传统 中国时报有他传统的一般的做法 他尊重这个传统他尊重 他不愿意把手伸到编制部里面 他宁愿办一个全新的旺报 那这个旺报销路好不好 这个销路怎么会好呢 到处送给人家看了嘛 但是是给他一种理念 他是动作理念 我觉得不要误解蔡衍明的观念 认为说他跟大陆了解大陆之后 就会出卖台湾 说不定因为他能了解大陆 他对认为台湾整个以后的走向的话 台湾是更安全的 他认为台湾那时候早期的做法 让台湾很多商人失掉先机 那你不如说蔡衍明 把他自己观念讲出来 然后他就是错了 就是卖台 这民进党换的最大的字面上就是这里 这个表达方式那个拿捏 不太要 他也在捉摸了 我真的觉得说我们也不要因为 有一个报业的老板 新老板他很有钱 所以他今天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圣经 你看看黎智英 一定是让他 我觉得是他一个很可怕的一个 大前坑 这件事他怎么摆脱我其实非常好奇 他也可以变成教科书的一个教材 可是很有可能变成一个叫做负面教材 所以你看看他这么样的一个 对媒体这么熟悉了解的人 进军到台湾来 而且夹着他在苹果跟一周刊的 这么庞大的影响力 获利的结果 他雄心勃勃进入到伊甸市 各位 我们今天在这个摄影棚看到的器材 跟我在伊甸市看到的器材 我也必须要讲蔡老板 你还输了这个黎智英的投资 人家在投资数位棚 投资这些器材 真的是台湾没有的 可是他有没有办法上架 没办法 他现在有没有广告收入 没有收入 节目照开 来宾照起 请来的主持人 主播 哪一个不是高薪 double 再triple 或者是数字去把他挖角过去 他想要干嘛 他也是有他的理想 你不能说这个人就没理想 不是 可是他也不是今天靠着摄影棚的器材 你比我先进十年 于是我就比你厉害 也不是这样 所以这两位老板的大战 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还蛮精彩的 我个人不是很希望他太早落幕 因为这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人性 企业 枭雄之间的战争 好看啊 好看啊 是不是 主持人 那我们修吉天哥 我们稍后来继续来讨论 真是好看吗 真希望TVBS更是